今天是1月2号 现在是早上的9点26分 然后今天是出发去比利时的日子 然后和我的红红一起旅游 那我现在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大家我到Brussels了 现在刚进房间 我来给大家一个room tour 首先听这个背景音乐 真的就绝了 我一进门就听到 感觉这个是要人羞身养性的一个酒店 挺生气的 但是房间还是OK的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里是一进门 一进门以后右边有洗手间 我也刚进来看 好多镜子啊 我的妈呀 蛮好 这还有个全身镜 然后他这还有楼梯建制了 下来整个就很 有点点复古 然后 很修身养性 反正这个房间 还有这样一幅画 Oh my god 然后红红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才会到Brussels 我先自己玩一会儿 然后来等待一下他咯 我们就一会儿见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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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HELLO 好久不久 再见 晚餐前的甜点 太辛苦 Appetizer 好香啊 吃吧 我们来吃饭啦 在他们的阿姨面前吃饭 真好 大家好 这个人现在在猜他新买的香水 这是TWILLY是我一直很想要的 很甜的味道 我记得它好看 就很清新 就是重生了没有 大家我把重生的味道放到了我的头发上 我头发重生 真的蛮好闻 安利哦 安利 然后大家现在是 现在是几点 12点 现在是1月3号 中午的12点14分 没错 我们现在终于要出门吃饭 那我们就一会见 We会 Oh my god 我吃了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你俩感受一下 我无法抛弃吧 但是哄哄觉得渴 我头太大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 现在已经五点了 五点钟 对 有个人又想吃了 怎么能不吃呢 真的不知道有个人肚子 能装多少天 今天天气好不好呀 哈喽 今天是一月四号 下一天是中午的 十二点五十三啦 怎么可以吃饭了 对我们又在这个点吃饭 红红的姐姐 带我们今天一起玩 昨天晚上的夜宵 也是她姐姐 带我们一起吃 真好 吃了丁桑 真好 对 我要吃饭了 说嗨 我们开动了 我们刚刚去了卖完绝帖 红红买了今天晚上去住的阿姨家的小孩的礼物 我们下来了这边 我们现在要去嘉宁大华教 我们刚刚从卖完来到列宇 然后我们要先在这里谢谢一下姐姐姐夫带我们玩 还带我们吃 还带我们打麻将 还给我们泡咖啡 他还要谢谢一下红红的阿姨帮我们开过来 然后现在又在红红的小鱼的店里面吃饭 太幸福 被宠爱的三天 然后我们现在就等菜吃饭 我们一会儿就真的抄子 两人点了七八六七 对抄子了 哈喽大家今天是一月五号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十二分 没错这个是游戏的背景 我已经回家啦 我们就是昨天晚上后来 以及今天白天没有录很多vlog原因 一两个第一点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有点惨的事情 就是红红被下了一家的狗咬了 所以我们就是连夜去医院给他处理伤口 就是那个伤口有点吓人 就是他一直在强壮镇定 但我们看着的人都已经就是有点可怕的那种 所以晚上搞到了很晚 搞到了凌晨四点多 然后第二就是早上很早八点多我就起来 然后去赶Eurostar我就坐火车回来 然后现在回到家里 然后知道红红还在床上躺着 那就希望他的这个伤口能赶紧好下 不然的话也挺麻烦的 快点好棒 然后呢 我今天有点丑 算了没有关系 我等会儿就要出门 和朋友约了一起去剪头发 然后吃晚餐 我们在一起出发吧 哈喽喽大家 现在已经从晚也回来了 这头发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今天准备化妆都显得怪怪的 今天这个第一次在英国间头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昨天没有怎么睡觉了 我今天就准备早点收拾收拾 然后就迎接明天的开学第一天 太不真实了 又要读书了 好吧那我们就这一期 比我一时的traveling我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就开学之后的Vlog再见咯 拜拜